大家好,我是赵爽 我们来画猪城暴龙的后肢 猪城暴龙的后腿非常的粗壮 然后它有两个非常大的 像夹大板鸡爪的一样的脚 它具有典型的暴龙类的脚 虽然我们并没有发现猪城暴龙脚的完整画质 但是我们可以根据特暴龙 以及暴龙推测出它脚的模样 通过这一类恐龙足迹观察 我们可以看到猪城暴龙的脚 它脚非常的厚,非常的宽大 它有非常大的脚底的足垫 这要比从画质上观察到的骨头要宽很多 另外还有一些细节特征 就比如它的爪子的背面 可能会有一些大的蚊甲 然后由于它体型比较重 它的脚本来是应该长有比较尖锐的爪子 但是由于长时间走路 爪子会磨得平一些 因此我们在画的时候 可以注意这些细节 我们现在就来画猪城暴龙的后织 我来看猪城暴龙的后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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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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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